安坑轻轨列车采用国车国造 日前已经在新竹台湾车辆公司完成组装 市长侯友宜亲自前往接目 光耀金的车身首度亮相 为了要展现颜色效果 更在国产涂料中加入铝粉 希望未来通车后 光耀金的列车能在安坑山城中闪耀奔驰 安坑轻轨首列车 3 2 1 请接目 日前新北市长侯友宜前往了新竹台湾车辆公司 为安坑轻轨列车亮相节目 这是由民众公开票选出来的光耀金 为了呈现颜色的效果 除了采用国产涂料 同时还加入了铝粉 市长侯友宜表示 在国车国造的目标基础上 安坑轻轨更加优化升级 规格与内装也达到欧规标准 车厢座椅全面采用高强度防火塑料 而整体工程预计在111年完工通车 安坑轻轨我们预计在111年通车 尤其我们一直致力于从淡海轻轨到安坑轻轨 我们新北市首创要国车国造 希望把轨道的建设 慢慢由我们国家的兴建团队 把它做起来 在未来7.5公里 九州车站在安坑地区 可以看到最漂亮的光耀金轨道列车 安坑轻轨全线配置15列车 一列车有5节车厢 一节车厢有62个座位 一列车可以搭载265名旅客 车内可以看见采用大型侧窗玻璃 让旅客搭乘时可以饱览沿途的风景 而未来通车之后 预估从安坑到台北市的通勤时间 将可以缩短15到20分钟 将成为新店安坑地区的交通新选择 记者杨邦友 曹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